最终的部分依照这张表可以看到板桥目前是987 这是到昨天的暗量 那昨天进来的另外有昨天全新北市在进来的986人 所以我们预计板桥今天大概会将近1200人 新北市上个月20号成立居家紧益关怀中心 一个月的时间内随着全世界新冠病毒扩散 国人返台确诊人数增加 同时依据规定居家紧益14天 新北市居家紧益量来到了12416人 占全国最高 呼吁检疫者这段时间在家看电视救救全人类 不能拖延 等我现在不使用潜力上气的时候 当管控不够延的时候 扩散出去的时候 会把整个后面的医疗体系 是完全崩溃的 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 护压隔离病床已经用到期盛 你现在还不潜力的管控 让它扩散出去 变成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到时候你的医疗体系有办法应付吗 数字会说话国外返台感染新冠病毒 从新北居家检疫人数换算 发病率是四分之一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境外移入个案 防堵进入社区 已经暂停辖区内各个开放空间 也请民众自律 人多的密闭空间不要去 同时希望业者道德配合 如不听劝 请警察站岗帮你管 那我开岁针对有很多业者不骗人的 人潮依然多 管控不好 防疫作为做得不好 我全部请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们 在这段时间辛苦 每一个人去站岗 在门口我帮你做好管制 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们最少有八个人潮多 又是封闭的空间 我派我的严警 从严业开始我就站岗 当你管控人潮 不要造成交叉跟群聚感染 侯友宜强调负压病房 已经用了七成 采取严厉的方法 防堵疫情扩散 做法可能让外界质疑过当 但宁可严格防疫 不愿事后来不及 选择公布居家检疫人数 就是希望大家严格看待 至于媒体问到 是否会有封城的准备 侯友宜表示 这是最后一个恶劣的手段 目前就是用尽全力 尽所有能做的事情 防堵疫情扩大 为天空新闻 前北市板桥采访报道